现在盛传就是盛传 李嘉诚买了爱因斯坦 一个港义相对论的一个手稿 那份手稿总共有54页 基本上大家可以当作论文看 这54的手稿当中 有26页是爱因斯坦亲自写的 通常爱因斯坦不是一个对文件纪录 是保存得很好的人 反而因为这份手稿 本身有20多页 还有几页26页是爱因斯坦写的 有24页是另一个科学家写的 而另外4页是爱因斯坦与科学家联手一起写的 就是因为有另一个科学家一起写 所以这个手稿在写完之后 就由那个科学家保管带回去 包括普洛波纳去了以色列 结果今天是这样的 这个手稿可以留下来了 可以留给大家看到 就是看到爱因斯坦的亲北 一个对港义相对论 解释了很多在科学上 在文理上 在力学上 是大家解决不到 在数学上大家解决不到的问题 包括了水星不规规则的轨迹的问题 这个港义相对论 是人类其中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 20世纪一个很重要 不是绝对 就是说是其中一个极之重要的一个 就是科学的发现 或者科学的文献 这个文献的证稿 就是说手稿 是因为有另一个科学家合作 所以令到他的手稿可以保存下来 带到以色列 这次也都可以拍卖 很庆幸 可能香港的李嘉诚 是拍卖成功 这个手稿曾经来过香港展览的 会不会因为这个手稿来过香港展览 就是我们的一些香港的富豪 是认识到这个手稿 也都认识到这个手稿的重要性 是不是因为这样呢 所以就令到这个富豪有一个兴趣 去将这个手稿买下来 可能是都未定的 但是重视来 无论怎样想也好 我希望一点的 就是这个手稿买下来之后 可以这个富豪就不要只放在自己家里了 那将这一个五十几页 五十四页的一个港义相对论的一个手稿 可以在香港的博物馆展览 也都可以增加了香港的博物馆 对海外人士的吸引力 就是说如果你想看爱因斯坦的手稿 其实你可以来到某一个博物馆 去看一看 譬如现在西九的大都会博物馆 就是M家博物馆 会不会都是一个可以的一个展规 去收藏呢 或者会不会西九还有其他的不同形式的博物馆 可以收藏这个港义相对论的手稿呢 我相信呢 我们富豪如果真的买了的话呢 他应该不会论识的 他应该可以分享给全世界的人看 包括香港人呢 包括全世界的人看 那希望呢 就是这个呢 真的就会成真了 好了 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呢 就是腾讯 腾讯呢 就是它靠手游去发展的 那就是如果手游呢 如果大家有玩手游就知道 是不断更新的 不断改一些Buds 不断有问题就要更新的 那手游呢 是腾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程式 那就是当然它还有很多不同的sector 包括影片 包括直播 那但是手游呢 其实是其中腾讯呢 就是整个生意中呢 很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element 那现在呢 就是因为腾讯呢 在这个游戏程式上面呢 是经常发觉呢 可能侵害那个用户的电话 的一些个人资料 那就可能拿了个大数据呢 回到腾讯做分析 而给一些呢 就是相对可以令到生意 做成机会大一点的一个呢 就是控制 那因为这样呢 所以各个中国大陆呢 是停止了 腾讯呢 再发放新的一个apps 也都停止了呢 腾讯呢 在旧了apps里进行更新 那就是说呢 腾讯呢 基本上业务 是受到很大的打击的 那我们看看今天腾讯的表现先看 看一看腾讯的表现 好了 那反而呢 它是站稳的 曾经呢 就跌了呢 就是大概8元的 8个多 8个半的 那现在它反而倒升了7.4 那就是说呢 本来曾经呢 是低位开的 那就是跌成了2个% 那现在呢 倒升了1.5% 那就是大家可以留意着腾讯了 那就是如果它的apps 不能更新的话呢 可能影响到手榴业务 也不一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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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